再来看一下挂在这个拱门上面的花 有没有缺水 这上面的花是最容易让我给遗忘的 哇 哇 这个花盆已经很轻了 赶紧给它浇水 因为它挂得这么高 老是把它给忘记了 这一盆千叶吊栏干成这样了 但是它的这个枝条还不错 还蛮绿的 就是有些老叶子发黄了 看样子它还是蛮耐旱的 然后还有这个金鱼吊栏 这个花盆也是很轻了 但是它的话还会更耐旱 因为它的叶片里面储水量很大 所以它还是绿幽幽的 好像还有一点点土长 金鱼吊栏是很容易土长的 最好要控制它的这个株形 现在就给它们浇 夏天浇水的话最好是早上和傍晚浇 因为这个时候这个温度还不是很热 那么这个水温和土温是比较接近的 如果是大中午的话 如果是大中午的话 这个土已经晒得很热很热了 然后这个水又比较的冰 如果就这样浇的话 一下这个花是受不了的 所以最好选择早上和傍晚 水温和土温接近的时候 就可以了